各位电影姐妹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自美的心》 诗歌分享会 我叫做洪天 是今集的节目主持 我们不知不觉《自美的心》 已经去到第十三集了 我们这个系列 环绕着主爱的历程 分享过主为我们成为人 钉十字架 復活 升天 今集和下一集主要分享到 圣灵降临 主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原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教会就出现了 这个世上多了一个很荣耀的群体 这种群体 第一 是我们每一个在基督女 所以今集的主题就是 信主的人在基督内 而另一方面 也是基督在信主的人心里面 下一集就要环绕着这方面的内容了 不过很想在今天的聚会开始之前 和大家有一个祷告 很愿我们每一个 很享受到我们和主联合 这么宝贵的真相里面 我们一起祈祷 主呀 真是太感谢你 今天 父 主 圣灵 已经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有属你的人 真是与你有最深 最亲密的联合 主呀 你与今日的相聚最大同在 祝福参与的每一位 是 想我们好进入 好享受 与主你联合 这么宝贵的真相里面 是 你赐福给我们 是 是 靠主的名祷告 是 各位弟兄姊妹 原来我们和主之间 与主联合 是一个极宝贵的真相 不过有不少基督徒 不够认识 不够享受 所以很想透过今集的节目 透过短短的讯息分享 和音乐团队所配搭 我们一起演绎一些诗歌 很愿意大家享受 这个这么宝贵的真相 原来我们与主联合 总共有三个面向 不知你们又知不知道 我们有其中什么面向 不如自权又分享一下 应该是法律上的联合 是吗 是的 我们与主联合 总共有三个面向 其中一个面向 就是法律上的联合 这个联合 是很讲述 每一个信主的人 主解决我们的罪 真是解决得很完美 那么法律上的联合 有什么圣经根据呢 主要是在罗马书的第六章 宝罗很清楚说到 我们每一个受浸的人 是受浸归入主的死 而主是怎么死的呢 是钉十字架死的 钉十字架就是一种死刑的刑罚 原来我们与主联合 其中一样就是与主同死 与主同钉十字架 当一个人经过了死亡 经历过死刑之后 根本已经脱离了罪 我想举个例子 假设我是山卡拉共和国的一个国民 假设我打劫了两家银行 根据当地的法律 是要被判决死刑的 好了 当我经历死刑之后两年 当地的法院发现 那个李洪天 除了打劫过两家银行之外 还偷过一个婆婆的金戒指 不行 要捉回他来审 你们认为我可不可以再被人捉来审呢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人都已经死了 同样 我们接受主的那一刻 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 接受了与主联合所带来的同等待遇 死刑 我和我昔日所犯的罪 已经close file 画上了一个句号 所以保罗说到 岂不知道受证归入耶稣基督死的人 这种人是怎样呢 已经脱离了罪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与主同死 真的彻底离开了罪了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接着再说到 与主同死之后 就与主一同埋葬了 一同埋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已经解经了 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三章 是圣经里第一次出现埋葬 那里面提到什么意义呢 原来当时阿伯拉罕的太太撒拉已经死了 阿伯拉罕向当地的人想买一块地来做坟地 当时阿伯拉罕是这样说的 求你用我埋葬那个死人 使他不再在我眼前 原来埋葬的意思就是一个遗体 被大量泥土覆盖 再见不到那个死人 原来我们与主联合 与死与埋葬 是说旧日犯罪的罪人 已经彻底被处理 在神的眼前已经被埋葬 永远不再见 甚至为了表达这个真理 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真理实行的体验 就是受浸 原来受浸的水就不是用来洗罪 我就想为清水还一个清白 原来所说的水 是指导我们与主联合一同埋葬的泥土 所以一个人受浸 是整个人浸在水里面 是表达与主一同埋葬 旧日犯罪的罪人 在神的眼前永远不再见了 已经覆盖遮住了 而受浸的时候 除了把个人浸在水 都会很快拉回他上来 是表达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与主同死 彻底解决罪 一同埋葬 旧日犯罪的罪人 不再见 从水里上来 我们与主一同復活 并且 在《义佛所书》第二章 再说到 甚至我们与主同坐天上 这个法律上的联合 让我们很清楚知道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的罪 主已经很完美 很彻底解决了 我们不单止同聚远 并且 与天很近 与主同坐天上 为了帮大家更深刻 去享受这些宝贵的真理 很想诗班的弟兄姊妹 和大家分享一首诗歌 叫做《与主同坐天上》 有请诗班的弟兄姊妹 好宝贵 这个信息和这个诗歌 讲到神原来越南我们 遇到这样的地步 我们真是神最欢喜 诗歌里面有一句都很欢喜 就是讲到 今日神真是能够无难了 谈到他的爱在你身上 希望我们都可以 尽享他的份爱 谢谢大家 咱们真是能够无疑 还不能够无法 我一直与您同性 当幸福无恥 通活账在天上 你所旧泊流 closer 全是违望 如主同坐天上 难道万有罪恨 随意吹轻 我月白唱耶稣 知诚所我居所 父神面国笑容 荣照我上 如主同坐天上 神已得开他身 人爱勇敢 神能无助京都 怕爱在我身上 神在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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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得没有 兄姐妹 我们时间一起敬拜 是呀 主呀 祢所作成的救恩 真是太榮耀了 救我们救到 是与祢一起同坐天上 主耶稣 祢所说 祢的表达 祢的作成 让我知道 神预纳我们 预纳到这样的地步 祢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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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所呈在天上 主呀 祢所说 祢直接祢所说 祢所说 祢所說 祢所说 因为祢所说 神颜 Mustang 是呀 跟你同坐天上 是呀 是呀 這真的很珍貴 你就是洗清我一切的罪 是呀 洗今天的我 就是比雪更白 是呀 哇 真的可以跟你同坐天上 是呀 好啊,鼎姐妹 我們這時間 安靜在主面前 享受這個 與主同坐天上的幸福 各位 剛才那首詩歌 真的很光明、很榮耀 我很感受到 不僅僅諸天、述說神的榮耀 天上現在有人 能夠與神同坐 是更顯出人的尊貴 以及基督救恩的榮耀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會出一句聖經內容 看看你們猜不猜到 是甚麼水果 那段聖經是 他被掛在木頭上 是否葡萄 是呀 他被掛在木頭上 對就是對葡萄 為甚麼呢 因為原來葡萄 是掛起泥、棕植、打理的植物 響約翰福音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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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說祂自己就是真葡萄樹 所說的真並非相對假 那個真是表達Original 原來主就是最真正 最原本 萬有的生命和供應 我們與主聯合的第一個面向 是說法律上的聯合 處理罪 當處理過罪之後 我們不僅得生命 約翰提到 主說祂來到是使我們得生命 並且得的是更豐盛的 然後就會牽涉到 與主聯合的第二個面向 就是與主有生機的聯合 主就是真葡萄樹 每一個信了主的人 就是屬於祂的枝子 枝子常在葡萄樹上面 我們就能夠不敷干 多結果子了 好寶貴 主與我們有最深生命的聯合 我們真的可以享受到 從主以來 賜給我們心靈的力量 生命 喜樂和供應 保羅在哥羅西書第三章 也提到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真的可以靠著祂 活得最有滋潤 最喜樂、誇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時候放工、放學 可能個人都很累 心都乾乾的 但是當我們唱詩歌、讀聖經 回到主面前 發現心又再有力量 有時候與頂姊妹一起聚會 發覺很開心 看到頂姊妹與頂姊妹一起到主面前 整個人的心都起落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 我們真的與主有生命的結連 真的可以靠著祂 心靈充滿喜樂和盼望 為了幫大家深刻這個真理 上詩班的地獎姊妹 和大家分享一首詩歌 叫做 《我與主成為一靈》 這首詩歌裡說到 我們與主有生機的聯合 祂成為我們的生命 招值的供應 真的可以靠祂永遠不學 有請師班的地獎姊妹 和我們分享這首詩歌 是的,我都太寶貴了 原來我上了主之後 就能夠與神有生機的聯合 祂在我裡面 成為我榮耀的生命 都盼望大家都歡喜這首歌 許多謝 詞曲的歌詞 詞曲名 李宗盧 曲名 李宗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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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的爱 我能与主永恋恨 成为亚利 祂永与我上尘 进入基督 祂擦不透的丰富 全祂为爱 祂是我们生命 永恋的主 甘永存我们心里 最深尚信 有神的恋恨 在白旦灯 那我天天乐当我 最深合一 那我不能收花 但三暖刻 超过字枝与树角 最深暖刻 升过头与神体 成为亚利 才无任何我隔离 他爱亚利 我心水果宝贵 他在我里 甘作我永恶生命 照这共议 我爱一切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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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变花余人道 我长天昨 圣恋 圣言 永未可爱 各位弟兄姊妹 人生有主真是太好了 有主生命的供应 招值的帮助 我们真的可以不再枯干 不做提子干 我们与主不单止有法律上的联合 彻底解决我们的罪 不单止与主有生机的联合 主成为我们的生命 更宝贵就是 我们与主有灵类爱的结合 这个面向的结合 是回答着Who am I? Where am I? 我是哪一个? 我在哪一道? 在《创世纪》的第二章 耶和华神使亚当沉睡 原来这是一个预表 一个shadow 真正的substance 本物的真相 就是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写记 当阿当沉睡的时候 耶和华神 就从阿当的腊婆 取出一条腊骨 去造成一个女人 名叫夏娃 原来这个都是一个预表 真正本物的真相 就是主钉十字架 不单止有枪伤的立婆 主更受苦受死 产生了嫁回 在《以佛所书》第五章 保罗揭开了《创世纪》第二章的奥秘 原来这个保罗称之为极大的奥秘 但是是有男女主角的 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宝贵 我们就是煮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腊骨放入腊旁 这个才是最原本的位置 实在是perfect match 各位弟兄姊妹 原来你我同主 也是最匹配的一对 原来我们每一个 是主最宝贵 自爱的街牛 我们没有想多了 圣经还有很多的经节 去说出肯定 我们同主之间的关系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在《约翰福音》里面 主行的第一个神迹 是在哪里行的呢 应该是加拿那里 是的 在加利利的加拿 在那个的婚宴里面 主就行了第一个神迹 洗水变为酒 在圣经里面 往往很多的第一次 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主行第一个神迹 就是在婚宴里面行的 因为主将会是一个 重大婚宴的主角 接着《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施朕若翰也说出 原来他自己是邓川石 是新郎的朋友 真正的新郎 就是主他自己 主成为被杀的羔羊 是为得羔羊的妻 在启示录第十九章 提到有羔羊分娶的时候 原来主很快乐 很期待 得着天父赐给他的人 就是教会 就是你们和我 主的心 真是很爱 很爱我们 从这个与主灵里面爱的结合 我们可以很确定 Who am I? 我是哪一个? 我是主的哪一个? 我是主的街牛? Where am I? 我在哪里? 在茫茫人海里面 我是不是微不足到可有可无呢? 不是 我们是主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是与主匹配的街牛 我们在这方面与主爱的结合 与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无关的 因为夫妇二人 是二人成为一体 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保罗解释到 我们是与主联合成为一灵 是神而止的灵 与我们每个个别的心灵 有最深关系 与爱的联合 所以与肉身 性别情欲 没有任何关系 更显出 这份爱很纯洁 无限者 神而止的灵 竟然很渴望 与你与我 每一个属于他的人 有最深爱的关系 很想师班的弟兄姊妹 与大家分享这首诗歌 《主的爱梦》 里面是说的 无限的主 有一个关于爱情的梦想 他学想得到阿爸 天父 赐给他的人 当主 看到亚当和夏娃 很登对 不知道主的心 怎么想呢 他一定都很期待 与我们踏入这个永远 至深联合爱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享受这首诗歌 原理我 在这首诗歌 在这个真相里面 找到 Who am I Where am I 确实宝贵的答案 是 《优优》 从江湖到永远 你自身的何想 情爱的渴求 你付出生命 你付出宝血 成就的改末 是你与我自身的暖恋 你永远住在我的心里 这有生机 自身生命与爱的联合 成为日灵自身之间 是你爱的渴相喜乐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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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想陪佳 是你爱的渴相喜乐门座 怎样弄胜防重整 能耳相喜乐门座 是你爱的渴相风 也不快 虽然更 eder透地 留定逢風 你我貼不在你補上 愛忘了 弟兄姊妹 我們這時間 我們一起敬拜吧 主啊 真是太寶貴 哪個書 真是講出你良人的情深 是 你愛的夢想害求 竟然就是我們 是 主啊 我很珍貴 我真是你的絕佩永佩 是 哇 好寶貴 無限的你 今天真的永遠屬於我 是 是 是 主啊 真的很珍貴 哇 竟然今天的我 是完全全屬於你 是 是 主啊 你又完全全屬於我的 是 是 是 主啊 寶貴 你這個愛渴求 表達你真的很想和我在一起 真的 是的 還要聚心聯合 就是愛的在一起 哈利路亞 主啊 太寶貴 我既然是你愛夢中的主角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好寶貴今天已經幫你永遠的相熟 哈利路亞 相戀 是 是 好啊 鄧姊姊妹 我們的時間 靜靜靜靜在主面前 享受主 都有這麼深愛的聯合 各位鄧姊姊妹 剛才的詩歌真的很感動 真理的背後真的有情 有主對我們的情 所以也很鼓勵大家 我們過一個唱詩敬拜的生活 透過詩歌 我們享受 和回應這麼寶貴 這麼有情的真相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今集的節目時間 已經差不多了 在今集的節目裡 我們跟大家分享過 與主聯合的三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 是法律上的聯合 有關救贖 第二個面向 是有生機的聯合 有關生命 而第三個聯合 是我們與主寧類愛的結合 是有關我們與主之間的關係 都很願意大家 讓大家不斷進心 享受主對我們的心 和我們恩主的幸福 各位弟兄姊妹 這裡也很想有溫馨提示 當大家看完我們這個節目 都很願意大家 訂閱我們的視頻 分享我們的影片 在這裡願意大家 享受這麼寶貴的時光 各位弟兄姊妹 願意祝福大家 拜拜 拜拜